我一样 宝宝们 你们都超级准时 我们的直播还有十几分钟才开始呢 今天直播今日有点冷 西西先随便穿一娇牛仔外套 搭在身上啊 我当然是一个说了算话的人啊 今天前十五名宝宝可以得到十五元的红包优惠券啊 对啊 只有十五名 只有十五名了 所以你们要赶紧下手 不过没有得到红包优惠券的宝宝也没关系 因为今天希希直播间给你们准备了超级多 给你们带来惊喜的宝贝 你来 我有事跟你说 好 希希的嗓子已经舒服很多了 能在这么忙碌的工作中有宝宝可以关心希希 希希真的觉得超级超级的幸福 给你们比心哦 英国怎么样啊 英国就那么回事吧 那现在英国经济不太好 比国内差远了 现在国内多好啊 既然国内这么好 那以后就在这儿待着啊 你说说 你接下来有什么具体的计划要打算 接下来啊 我准备先放松放松 到处考察考察 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商机 那你 那你 要不要 放着我吧啊 我不去QE 播主身上这套衣服好好看啊 希希都不在QE干了 你这件吗 我也别来参加这西洋产业了 对 没有了 人家希希离开QE 是想自己干 不想靠我们 去的是一家电商公司 做直播的 希希也超级喜欢 那是你老爹我去年投的新公司 把您投了一直播公司 您现在投资的眼光 非常可以啊 好看吗 但是这件外套 今天没有连接哦 因为这件哭量已经不多了 所以就没有上连接 不是说希希不靠你们吗 那直播公司不也是您投的吗 人家去面试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提我 全凭自己的真本事 考进了公司 真的不行啊 这件衣服还有货吗 好像不多了 不多了 我记得还有 你去互房看一下 为什么有两件重复的 为什么啊 陈总 陈总 那个原因让您帮着参谋草 看这两件先拨哪件比较好 我相遇您啊 让他自己选吧 一定没问题 如果这件外套有货的话 一定给你们上连接 不过希希要提醒你们 库存真的不多了 如果有的话 你们要赶紧下单 赶紧下手 希希直播间 十分钟后 正式开始 厉害厉害 要是如沈亚 希希 那要给宝宝们一些惊喜啊 咱们这件外套本来就去货 要是直接上的话 哪来的惊喜呢 还有您那句 播主身上的衣服好好看啊 大早了 现在干得还特别好 又是当红主播 又是总监 就是她那样 还能当当红主播呢 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啊 怎么 收下圆圆 发起冲击了 要超过圆圆姐还早呢 这就是小大小闹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走了 连接播一半的时候再上 苏苏 陈总 希希那边怎么也怎么样了 百家期待值非常高 今天又能小报一下 行 去中处市好好盯着点 数据差不多了 好 这谁衣服啊 还没人拿走 别老希希呀 我老跟她比什么呀 我也想自己打拼自己创业呀 哥 我去看看去 学习学习 考察考察 你是得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 喂 程总上边 老大你又来了 他来干什么 看见了已经上电梯了 队长给我 你先去忙 好的 各位部门尽快做好准备 离直播还差五分钟 今天是春夏专场的最后一天 希望大家拿着机会来 直播时长三个小时 能不能破两百万 就看今天的了 各位 如果能破两百万 我再给各位提一个点提成 小端总 别断总 断然就行 我还是叫你小端总吧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春夏专场的最后一天 行得我焦头烂额 看起来了 我带你四处转转 好呀 这边去 热物小天的 上映是在24号里面 我签了你 小端总 对国内的电商直播有了解吗 谢谢 我不了解 我爸说国内现在电商市场都错了 你为了感受吗 一六年的时候公司刚成立 当时没有人看了好电商直播这时候啊 多可有老端总 你看这公司的装修 还有这些艺术装置 全都是老段总的装修 特意说到底 而大公司就是不一样 我爸是个特别追求设计感的人 他那审美不错 陈总 开厂的访问数据出来了 可以 那我先去忙 你随便转转 来 对 我刚刚 我说了聚集的码数看保密的连接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这件我们超喜欢的牛仔外套 现在还有少量库存 S码和M码还各有五十件 只有五十件了 L码更少了 L码和多少件 就是这款外套 你今天穿的也很好看 明明 超好看 对不对 三十件了 你前一期沾个社会员这儿可财 还能直播呢 你还闹吗 她跟你亲妹没事的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当初可是药生楼层经理的 人没确实来了我 我今天给她们下了两百万的任务 对 希希今天状态不错 应该没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个 皮小西在里面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会走光 然后 小段总 可不能小看这帮收货人 公司现在旗下一共有五十二名主播 有网红 有模特 但是半数以上 都是我亲自从各大柜台 挖掘出来的一线柜杰销销售经营 她们有话术 有经验 形象的平易近人 而且还吃苦耐劳 那像陈希希这样子 算是平易近人的啊 还应该算 算吃苦耐劳的吧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带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啊 或者是一双高跟鞋 其实公司能做到现在 我就做到了两个字 顺势 凡事都要顺势而为 这话说得有道理 直播平台 来 赶上互联网这股东方 再加上QE的资源 不成都不行 快来 细节破纪录了 大家快来看 细节破纪录了 快来 快来 她任何场合都可以驾驭 这是干什么 希希已经超过自己纪录了 半个小时之内 超了五万 你们全都说错了 这真的不是一件普通的T恤 和白色半裙 看一下他们的细节 看见没有 挺厉害啊 希希不但直播做得好 策划 谈品牌都有一事 当然不可以变形啊 那么 希希给你跳一下 选择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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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她今天这个速度啊 这个提成 打击钱应该是用的 是吗 是吗 素素 赶紧给希希推到水月大途上去 挺厉害啊 不出我所料 留学回国的第一个早上 我就发现 钱希希她嘚瑟了 洋人 你起来 干什么你 突然起来帮我找衣服 我给你找什么衣服啊 就因为我出国留学三年 她比我早上班早挣钱 那你为什么放我柜子里 你不是有柜子吗 你出国了柜子就一直空着 空着我干嘛不用 不用丢浪费 我空着你就用啊 你知道什么叫纠战确肠吗 钱希希 跟我说话 我突然之间发现 我不在的这两年里 你给我玩 我的房间 我的衣柜 我的毛巾 我的毛巾 就连我的父母 都要被她夺走了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早上 几点啊 怎么弄起来了 看来 我们两个之间 旷日持久的战争 还得继续 希团 我和希希之间的恩怨啊 还要从小说起 希希她从小没办 上小学的时候 她妈又因为意外去世了 一夜变成孤儿的她 用泪水浮护了我妈的心 小意思 从此以后 钱希希从我们家邻居 变成了我们家的固定城 不是 我说你们一家三口 理理我呀 一大早把我担空气啊 我爸我妈 就拿希希当我妹 对她 那可比对我亲多了 可这个姑娘 省吃减用 每个月水电费 伙食费 一分都不少交 能不能不起我希希啊 生生变成了我爸我妈 催我自强的教科书 你别老希希啊 我在国外那可是 拿全额奖学金的人 真的是让你们久等猫 好了吗 你性感的女神 关心女约会的时候 你调连一群 抄了 希希的基础被抄了 对谁抄的 袁月 她是我们这儿的销售医姐 正儿八经不按其理 以前做过演员 当过娱乐主播 现在来我这儿 当电商主 那这就是我们陈总的 聊钱书 这叫相互成就 走吧 来我办公室聊 Jerry 你想喝点什么 娱乐主播怎么样 我开车不喝酒了 那你随便坐 倒杯水吧 电商直播这个行业啊 一五年之前就是荒原 一六年算摆地摊 一七年叫菜市场 到了一八年才是正规矩 高楼耸地的行业 从这个行业赚走钱的人 比比皆是 还有啊 现在好多小姑娘 每天都想着怎么当主播呢 你这办公室布置得不错 好 还行 陈总 我今天就播半天啊 我朋友帮我约了播播楼的吴总 我再去谈一次 那就辛苦你了 走了啊 好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我好好说话呢 你要出去啊 一会儿走 好 行 我送你 我们走了啊 去哪儿去 约会 晴晴晴 你咱了不得呀你 我跟你说话呢 我打电话都不接 多 还不理我 他弄弄红了 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嘛 为了一交二外部出去 牛角外套 我想了一上午的办法 哪有时间看手机啊 行了 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啊 回来没给我接风呢 怎么没接呀 昨天不是刚接完吗 没时间 那晚上呢 晚上 晚上再看呗 下午我得去嗑一个客户 我都已经去了两次了 人家有搭理我 也不知道这次怎么样 下午我接着去客 你别动了头发 我刚弄好的发型 没看见吗 哪跟你一样啊 刚刚回国天天那么闲 我都快忙死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又上哪儿了 换衣服呀 见你一面那么难吗 要忙着直播呀 实实我 我跟你说话怎么停下来 跟不跟我吃饭 别皱头发 抱手 别捏我 跟我吃个饭去吧 我跟你说了我没时间 我中午有事 我下午约了家医院 去给你聊客户 你们聊客户 有点吃饭呢 对吧 吃饭重要还是聊事重要啊 干吗 我来看 你坐车 快去 这么好 下午 下午 童然 我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是来找我吃饭的 你是来要车车的吧 是 我 我至不至于 这车别人碰 不行 但是我妹妹开 我就不心疼 就是我来你们公司啊 我来看看 看看我不在家 我妹妹干吗呢 怕你被人骗了 担心你 我被人欺负 我也就被你欺负 你快点啊 我真着急 你看这里边给我造了 你快点 那走走 好压护盘 你这东西就不能摆这儿 就怎么了 你糟蹋呀 你糟蹋呀 好压护盘 二哥突然想这件事啊 你说你今天干嘛做陈朗 都以为了吗 他让我随便做 那儿离得近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 他是让你做了 表面上没说什么 鼓体心里面骂了你一百遍 哪不是吗 对啊 你经常没这么来关系呢 有人说啊 你是来替陈朗的 那我得和你说到说到这个事了 这公司呢规模它很大 你真的管不了 而且我好不能找一个 特别喜欢的工作求你了 你别把我们公司搞黄了行不行 就你们那个小破公司 扔给我都不管 你能卖些什么东西 都几十块钱的衣服 最贵的没有挂了吧 你那小商品批发市场 低价走浪大传卖 我们直播公司都这样 这是我们直播公司的销售策略 我们还要去跟波波罗谈心里专场的 还有西山药寺的合作 谈下来了吗 还没有 没谈下来 你拿下来给我吃一什么呀 我现在就是要去 给人家老板谈这事 我要是人家老板 我才不跟你们合作呢 降低品牌调性 你们呀 踏踏实实总量得了 是 你又回人家老板 他咬住呢 别老打我 二爷 你说他今天来干什么来了 段盛云听到什么消息了 不会啊 陈总 咱们计划那么周向 咱们计划那么周向 我刚才跟他聊天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呀 他说他根本不想去QE 再加上今天来我这儿绕这么大一圈 不想去QE 想来我这儿 他坐您椅子这事 看上去确实像别有顺意 但是他今天来这儿的状态也不像啊 我觉得吧 他今天就是来找钱希希的 我看他俩不像兄妹 倒像是谈恋爱的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真没兴趣 我就是在想啊 这段佳一个老的一个小的 这到底想什么呢 我跟你说 你们如果不能给人家品牌提供附加驾驶 那对人家来说 就是拉低了自己的品牌驾驶 你懂吗 但是你别在这儿跟我唱反调了 反正我一会儿一定会拿下波波罗 那你加油 肯定会加油 下车 车老师 那我怎么回去啊 你打车回去啊 我一会儿还有点别的事 你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心疼我呢 不知道心疼我 你今天表现不错 谢谢你送我过来啊 你快点下车 我给你收拾收拾 有什么好收拾啊 这么干净 哥哥 你快点啊 快点啊 不 那个你那把呀 是备用钥匙 主要是在我这儿 你好好谈工作 然后从今天开始 我宝贝的使用权恢复给我了 再见 快 快 你给我下来 你这大片子 你这实际大片子 你说的车是给我开的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希希 气死我了 谁啊 关人 我给你讲啊 虚情假意来公司找我说约我吃饭 我还说这次回来怎么呢 这变好了 你看 是要车的 进来吗 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不然呢 我跟他能有什么特别的呀 虽然 你就帮我跟吴总 是啊 你怎么老客户 不过你这东西三回了 有信心吗 没有 我跟段来打了 吴总 吴总 刘伯 陈希希 怎么又是你啊 没想到吴总都已经借出我名字了 开心 陈希希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对您的线上直播不感兴趣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家运啊 你这网公司拉人都已经几次了 不做销售也是挺可惜的 哪儿啊 吴总 我这不是为您考虑吗 你看现在电商直播这么火爆 咱们这行得紧跟时尚 吴总 这几年电商直播行业这么火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给您讲讲 我讲完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都锐不可挡 没用的 就算你们再锐不可挡 但是目前受众对于线上直播 已经产生了低端影响 缺少价值 还有 我们波波罗这两年 已好歹是国内最年轻 最活跃的线上品牌吧 嗯 你告诉我 你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 价值是什么 价值 大大提示你的忙碌流量 你的品牌 提高你的销售量 大大的 大大的到底是多少呢 大的 就是很大 非常大 特别大 超级大 回去等消息吧啊 又等消息 可以 这回聊到提升销售了 肯定有戏 亲爱的大小姐 你别这样行吗 但谈不成波波罗 我再给你找个罗罗罗 行吗 现在电商直播平台越来越多 不能只靠打价格账 那低端货 这么下去也不是常有机 必须要靠品牌的价值 行行行 亲爱的 你这些话呢 你就留一回公司说一下 我心里还就好奇 断然回过什么 跟我说 他回过以后 第一句话跟你说什么 我要这个粉粉的蛋糕 我也要一张 说什么呀 断然啊 昨天下午四点 下门高期机场 断然见我第一句话 钱希希你胖 第二句话 钱希希你胖得更够猪似的 没了 没 不可能 然后呢 还有呢 没了呀 我跟断然就这样 没什么可聊的 钱希希 你敢拍着胸壳跟我说 你和断然就这胸美琴吗 好 兄妹 你好 您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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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嫂马 谢了 来 好了啊 你等我一下 你哪个眼睛看我和断然不是兄妹 你看看 你看看 越是否认 心里越是有本 我跟断然好了 你能拿提成吗 大姐 你还真坐这儿吃着蛋糕 看着我替你干活 不是说好了 我带你见吴总 你给我干活了吗 你别点差啊 我刚说哪儿了 那你说你和少爷怎么就不能好了呢 其实这事特别简单 不光是我们俩没有对上拍的问题 其实段叔还有周姨 他们一直都只是把我当成断然的妹妹 就算我喜欢断然 我打个比方啊 但是这些年 我吃他们家的 用他们家的 我还惦记他们唯一的儿子 那我钱兮兮成什么人了 那就真的是纠缠缺潮了 小姐姐 我觉得你也别想得太多了吧 小姐姐 是你想多了吧 以后别想了啊 你有踢车也难不够 来 好吃 你家陈朗 我 他还找你的 这好弄吗 这个 没上到期咱能处理 弄弄弄弄弄弄弄 帮我处理一下 你再检查检查看有什么问题 请问我 这些板架全都不要 全都拿掉啊 把上面胶灯擦干点 副驾驶那个座椅上 那皮子不知道蹭蹭什么东西 你给我好好做个清洁 好好弄 好的 空调绿圈啊 帮我换个新的 好的 这里得有味的 我那个 查理钱够不够 可能不够了 段总 不够了 那你直接去 帮我冲一下吧 不好意思 段总 我们今天帮助机不再见 你 你微信付吧 我微信付不了 支付宝也行 算了 我直接给你的老板转吧 你们先忙吧 这儿上几楼啊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抓谁呢 你怎么跟踪我呀 谁跟踪你呢 你抓谁呢 你管我又不抓谁呢 你干吗在这时候出现啊 那我应该哪时候出现啊 你都不该出现 那你不要去飙车嘛 你去啊 你还敢跟我提车呀你 你还敢跟我提车 你把我车撞了 你知道吗 车呢 那是我蹭的 但我太忙了 我没时间修 本来我想明天还你之前修好的 用不着了 我都修好了 快谢了 好 那我把钱转走了 跟你要钱了吗 显着你赚钱了是吧 是不是 你不是我真没赚钱 那你不要算了 看什么呢 先 你还弄什么了 波波罗还没喝下来呢吧 知道什么是价值吗 我告诉你什么是价值 别上班了跟我吃饭去走 不去 你跟我说什么是价值 我给你去吃饭了 就这点小吃 价值投资货报率嘛 普通人买东西 就看个性价比 也波波罗这种公司 就看个投资货报率 这个计算投资货报率 有一工具 叫价值建议书 然后呢 然后我饿了 赶紧的 千万不能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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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找好吃的去 赶紧 那吃饭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 没问题 走 现在拿手机之处 在国内的这么满足了 快到了吧 沈总 对我们小段燃的印象怎么样啊 还不错 觉得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但就是有点心浮气躁 不过我要是他的话 我也心浮气躁 年轻人不都是心浮气躁吗 确实 沈总 我直话直说了吧 你觉得段总 会安排段燃去我那儿吗 我就料到你会问我这个 段总确实是想让段燃 人来Q1 但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 段燃要是想去你那儿的话 段总也不会反对的 段总也不会反对的 段燃 你过来过来 你看一下 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投资回报率的公式 我算了一下 你看对不对 你提前的 你还要不静下 那你再说 那么多能 Pulling 我呢 你还不静下 我去看下 我了 我去看下 说 他就那么回头 你看超快 你这个是预估 这么算不准 那你跟我说个准的呀 要想算准点 你去根据他过去的销售额呢 去做出一个统计分析表 这样才能让他看到 你能为他带来什么样的利润 但是你别弄那么大 我就弄那么一说 太吵了 别打扰我 我明天啊 就冲到吴总的办公室 什么都不怕了 快快快 快 别打扰我 走走走走 你这人又瞒我就免我走 销售额 一八点 别搞太大啊 啥不忽的 我太有数了 这好 这好 你好呢 西菜用得了这么多呀 吴总 吴总 快快快快 快快 别走这么快 我给你汇报点事 你看 吴总 昨天你不是问我 大大有多大吗 我真的想要大大大 钱 西西 我昨天该说的 都跟你说清楚了 你还听不明白吗 我这会儿要去开会 吴总 开会啊 我觉得你们那个标志太大了 太粉了 我觉得不够创新 我们得多喝 血管轻到肤 管用 爸 沈叔 然然 从英国回来了 那个什么 我妈煲的汤 让我给您拿下来 沈叔 也尝一尝啊 你这会儿在起啊 还转成这样 把我公司当家里呀 我就下来送个汤 送完我就回去了 一会儿换身衣服再下来 让你沈叔陪着 你在公司里转一转 别转了 这楼里我都转了 小十年了 我比你还熟呢 不知道了 回去了啊 拜拜 沈叔 这个丑小 永远都没有正细 昨天啊 陈朗问我 你对然然的安排 你怎么说的 实话实说了 我问过段燃对瑞的印象 他连QE都没有兴趣 就更别提正老那儿了 年轻人很正常 你年轻时候也这样 然然正是风华正茂 以及风发的时候 应该让他自己闯几年 吴总 开完会了 我还没开完会呢 没事 吴总 你就收几分钟 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找到我们合作的价值了 让我上个洗手间行吗 吴总 我算了你晚上的投资回报率 咱们这回程 投入样品还合作费十万块 钱希希 我要选泽索 吴总 那个吴总 不好意思您别急啊 我现在就想跟你说 我用投资回报率计算 这回只要投入样品 还有活动费用十万块 预计能给你带来 一百五十六万的毛利 还有五百二十万的销售收入 五百二十万的销售收入 对 五百二十万 你肯定 投十万块钱 赚一百五十六万 怎么可能 什么生意啊 别搞太大了啊 傻乎乎的 你肯定 缺一万 我刷一天的男厕所 确计帮我刷几天 你敢写在合同上 你是要给我签合同的吗 我现在可以上厕所了吧 我保证 瑞然 合同 Lip 济贴成了 为了感谢你 晚上我替你吃饭 你调地方吧 我调地方 我发现你请不请 请不请我也得请 别退会儿 过来接我 谁请谁让你去 我一打开玩意我就不上了 看看 五百二十万 借人心 疯了吧 想什么呢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一百五十万毛利 五百二十万销量 一个公司 一年有三倍的投资报率足够了 你十五倍 你怎么给人家疯了吧 跟你说了别搞太大 别搞太大 还敢跟人家这么欠 真行 对 当然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我缺一万 我要打扫一天的男厕所 那你加油 不是 什么加油呀 我缺几万我要打扫几天 那你可能后半年 就操厕所了 这边来 行在大大乡 努力淘 心探着看你眼泪在大 缘分无法去找幸福的明亮 眼神江挫 眼神江挫 感兴除我 温柔 你别哭啊 别过去 你得帮我 我帮不了你 数太大了 你别哭 这个只有你能帮我 那我怎么办呀 你为什么不帮我 真是别回去 我爸爸说话 那我肯定做不到嘛 你别哭啊 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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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谢谢 谢谢 你别跟我说话了 我太难过了 谢谢 你 我帮你 帮你 帮你 你别哭声吧 会有 我 我 原来你真的是我亲哥 我干了啊 你随意 疯了 钱西西已经膨胀的疯了 签了这种天价合同 居然还能没心没肺地 跟我开玩笑 咖啡 我当时本想义正词眼地站起来 大声呵斥她 可后来 西西跟我讲了许多 关于直播的事 其实她公司 完成合同里的销量 根本不是问题 也随她去吧 我发现我这个妹妹呀 确实是长大的 我决定 暂时不敢一般见识 于是 我们的生活 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姐妹 你成了 行不行 行 快点 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味道 你要看我上厕所了 能进来吧 我本以为啊 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在钱西西面前搬回一程 收复湿地 重整河山 顺便过一段轻松悠闲的日子 但是有一件事 我没有想到 那晚答应钱西西 去给她帮忙的玩笑 彻底改变了我们两个 怎么不上班啊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一个人没有 既然公司这么大事 人哪 可能我们没有过 好好地松疏 所以会难过 儿子 向你行的车 飞驰中闪躲 我 错过了太多 还是 配慰的 逃着生活 左右方圆的蹉跎 还故作洒脱 幸好你没拙破 微风吹过 念着曲折 你的笑容 你的笑容一切都不算什么 可以收刻 就可以 哭过失落 坐在一起等待宇宙和日落 我 不再等个旅客 放下噴波 不再等待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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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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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什么 我 宝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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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